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 我是主持人鄧信聰 當我們看到社會上層出不窮 那些真的是泯滅人性 罪大惡極 罪無可患的 這些社會案件的時候 不管是殺害自己的親人 或是奸殺其他的婦女 或者是那種 讓我們真的是無法想像那種 怎麼會有人壞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 真的叫做要以牙還牙 以命償命 如果說做事那些罪大惡極的人 沒有達到所謂的死刑 這樣子一個制裁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說 到底什麼叫做社會公正 什麼叫做社會公益 在上個禮拜五法務部呢 非常突然地槍決了六名死刑犯 可是當這六名死刑犯被槍決之後呢 又會有另外一種聲音 我們把死刑犯槍決了 我們要的社會正義 是否已經要到了 又或者是說 我們在槍決死刑犯 是不是反而我們跟這一些沒有人性的 這些殺人犯一樣 我們一樣是在剝奪他們的生命權 究竟我們有沒有資格扮演上帝 去決定一個人 儘管他是那麼壞的人的一個生命 我們能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如果不行的話 難道我們就要讓他所謂的做下那麼大的壞事之後 我們還要用那麼多的社會資源養他一輩子嗎 另外一個案件 這兩天最高法院在辯論的 就是說吳敏辰案 也就是之前他殺害了他的女友 被關了幾年之後放出來 他又再殺害另外一名女友 那第二名女友 究竟是這個吳敏辰所殺害的 還是臺灣的司法制度所殺害的 針對死刑 這個是議題是永遠辯論不完 可是有時候 我們必須要很理性地來談一談 臺灣到底要不要廢除死刑 究竟廢除死刑 這整個思辨 對我們臺灣社會的公平正義 對我們臺灣社會的人權進步 到底是好是壞 今天再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中央研究院 法律研究所的助研究員許嘉欣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的召集人 王維鈞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費死聯盟的執行長林欣怡 大家好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召集人高永 謝謝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上個禮拜五 槍決六名死刑犯之後 所引起的這些討論 國內再度傳出死刑槍響 前法務部長王清風 在二零一零年三月 因為主張廢除死刑 不願意執行死刑下台後 現任法務部長曾永夫 在當時上任一個多月後 就立即執行死刑 至今已經執行過三波死刑 當然我們要依法行政 就是要依法處理 那這方面我們認為執法人員 做該做的事情當然沒有壓力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號 房部在停止執行死刑四年多後 再度恢復 槍決了包括張俊宏 張文蔚 柯市民 洪辰耀等四名死刑犯 隔年三月四號又執行第二波死刑 槍決受刑人中德樹 王國華 管中彥 王志皇 莊天柱等五人 這兩年八個月以來 共有十五個死刑犯被槍決 其實法務部次長陳守皇 十九號在立法院備詢時 就曾透露 執行死刑作業時間很快 目標執行的時間 現在到底已經到哪個階段 很快 很快 原本外界預料配合國際人權學者 明年二月份來台審查人權報告 死刑槍決 原本可能在這些學者離台後 才會執行 但因為這個月初發生 台南割喉殺同命案 兇手冷血嗆說 在臺灣殺一兩個人 不會判死刑 引起社會震驚 法務部也強調 加上反廢詞的民調 仍維持在八成 政府高層才會這麼快速 決定再次啟動死刑槍決 介紹一下在上禮拜五 槍決的六名死刑犯 究竟他們犯下什麼樣的罪行 而被槍決是否是司法正義 獲得伸張 或者是說可能像是人權團體 所批評的人權輪上 或者是這是一個違法的槍決之刑 我們來看看這六名死囚 到底是誰 第一個曾絲爐 他為了還卡債 然後去偷人家的錢 被發現用啞鈴電鍋等 把一個女老師虐殺致死 反復根審都被判死 一直到第八度判死刑之後 全案才定驗 洪明聰他懷疑他的老婆被家暴 之後呢 然後叫說毆打 喝了酒之後 到老婆的娘家 縱火把七舊跟三名外甥燒死 然後四度全案發回根審 最後還是認為手段兇殘 還是判死 我們來看看其他四名的 包括黃先鎮 殺害妻子之後出獄 槍殺追載的育友 懷疑女友在外獄 然後約情敵談判 又把情敵殺害 最高法院判死的理由是 惡性重大 毫無悔意 達到人神共憤 重約可殺罪無可患 等等的 所以必須要讓他永久與世隔絕 曾經活廣德強 這是最無法思議的一件事情 殺害一位女保險員 跟他真的恕無任何恩怨 只是到他的機車行去 然後臨時分屍之後 拱食 最高法院認為 是用極為兇殘的手段 性侵女子 並且殺害 而且毀損屍體 拱食 然後毫無悔意 罪無可患 再來是戴德穎 他不滿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不但砍殺他的女友 父 養父母 造智 早生一死一傷 而且對他的犯行毫無悔恨 當然這是一個窮凶惡 我們都就是說 這中間就如果有願意是另當別論 可是如果是真的犯像這樣罪行 真的是叫做人神共憤 我先請教一下欣宜 我們大概今天會比較用理性的方式來談 到底該不該廢死 我想問的是說 何以為何這六人不該死 我們先不談執行面的部分 我們談那個所謂的根本的層面 何以這些人犯下如此重大 罪無可患的罪行之後 我們還要留他一命 好 我想先表達就是說 費死聯盟當然跟所有人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社會更好 那我們支持費死 並不是因為我們想要讓這些犯錯的人 沒有得到懲罰 相反的 我們我們覺得 他們應該得到懲罰 是而且應該要得到非常嚴重的懲罰 只是我們在我們的想像當中 懲罰不應該有死刑的這個項目 那當然要有疾刑 在每個國家的疾刑不太一樣 在臺灣在目前的確是死刑 可是在很多的國家 他們的疾刑可以轉換成 譬如說無期徒刑 或是終身監禁不得架式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會選擇說我們決定不覺得死刑 可以作為一個合理的一個刑罰 是因為我們看到死刑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那雖然你會覺得說這六個人 好像是不是都是非常罪證確鑿 非常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可以知道 我們當我們的國家 在執行這個這個死刑制度的時候 或許你會覺得這六個人判對 這六個人殺 對 可是我們必須要也要注意到 就是說國家並不是全能的 他就會在其他的地方 他會判錯 他會殺錯人 我可能必須打個岔 因為我們中間會有一些層次的討論 我們是否可以先撇開 所謂的誤判冤獄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很多 包括江國慶案 然後包括其他的司法冤獄案 我們承認就是說司法體系 再怎麼樣進步 他都會有一定的問題 更何況臺灣現在司法體系 是有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弊病 是 所以冤獄一定會造成 可是我們如果排除這個冤獄 的可能性 因為那會導致我們討論的一個困難 我們先排除討論 那個所謂的冤獄 假設這些事情 就真的是這六個人所做 他們真的做了 所以是罪證確鑿 而沒有冤獄的情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會在一個所謂的教育 制度下 或是文化熏陶說 殺人藏命 然後呢 所謂的惡有惡報 你應該付出應得的代價 更何況他不只殺了一條人命 他還做了那種人神共分的事情 為何我們不應該用我們認為的急刑 來去處理他 我這邊 我補充 就是說其實我今天來 其實原先是沒有要談論 廢死議題 我的角度其實是正當法律程序 那我同意主持人講說 我們不談原錯案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有一個共識 對於再怎麼罪大惡己的人 都應該要保障他的正當法律程序 當然 如果這個這個這個基礎不在 我覺得我們不配稱為一個法治國家 那我舉個例 就是說 當然這個節目這邊 製作這邊很辛苦 整理了這麼多的這麼多的資料 可是我必須講說 譬如說我今天我也同意說 我認為陳金火跟廣德強 是非常殘酷的殺人犯 他們應該要接受懲罰 可是我必須講說 尤其剛剛主持人 有特別強調說 烹死 抱歉 烹死這兩個字 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判決書裡面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正當法律程序 所要遵守 就是說既然我們同意 他應該有一個接受公平審判的 一個權利的時候 是 我們是不是就能夠 尊重法院的認定 而不是外界媒體 或者是警方在外面的亂訪話 這我覺得這是這個正當法律程序 如果要拉到廣 拉到所有的人的權力 不是壞人權利才要保障 壞人權利保障 好人權利當然也保障 那所有的人的權利 被保障的時候 是包含對於媒體本身 或者是我們對於 我們是有證據 有一份證據 講一份話 我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權利的一個尊重 當然有很多人講說 那被害人的權利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被害人的權利 在能夠保障這些人的權利以後 被害人的權利 當然可以獲得我完全同意就是說 在不管是新聞媒體報導 或者是什麼 我們都還是要用法院的判決書為主 因為很多時候 包括警方的對外面的說法 或者是媒體的報導 可能跟事實會有一定落差 因為那個資訊 記者或是警察的掌握能力 恐怕還不是那麼足夠 可是如果排除這個 我還是想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就是有沒有膨時 也許判決書裡面沒有談到 但是有殺害這個女保險員 是判決書裡面確實有談到 我想說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為何不至於罪不該制使 我想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或許我們有個很簡單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你剛才有談到 就是說從社會教育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用殺了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殺了一個人了 然後用殺了他的方式 來告訴人民說殺人是不對的 那這是一個很混亂的一個價值 很混亂的一個教育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覺得一個個人 他不能夠殺人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一個國家他可以殺人 那我不覺得這樣子 是一個對的 就在教育上面是一個對的邏輯 他是一個邏輯的混亂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最近大家都在講說 死刑可能會有嚇阻的效果 這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 覺得說他是一個效果論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為了要嚇阻犯罪 所以我必須要有死刑 可是如果我們從最近的這些資料來看的話 在執行死刑之後 事實上他並沒有造成說 我們的社會更安全 所以死刑有無辦法遏止犯罪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可是徐老師我要請教您 剛剛欣宜談到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也是一直廢時的一個論述 是說第一個 如果這個人沒有權力殺人的話 同樣的邏輯 包括我們包括社會 包括國家也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權力 用也許叫合法的這個姿態去殺害 那個所謂的窮凶二極的人 這是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會是信儀說的 那個邏輯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可以用殺人的方式 來去遏制殺人的行為 可是國家真的沒有權力殺人嗎 徐老師 在我的想法裡頭刑罰他的根基 他我們為什麼要有刑罰 他基本上不是嚇阻 嚇阻可以是一個額外的效果 但是他的基礎就是應報 那什麼叫應報呢 就是給予一個人他所應得的 那我們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裡頭 其實應得這個觀念 其實應用的很廣 我們努力工作 我們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們有正面的應得 我們得到我們正面的回報 但是我們傷害他人 我們犯法 我們會有負面的應得 我覺得這個應得其實是深深 根深蒂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的每個層面 刑罰其實就是一個負面的應得 那同時在我們決定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去哪些刑罰可以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要記住 就是說現代文明國家 我們在選擇 我們要使用的刑罰的時候 我們不是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我們不是去複製那個罪行本身 我們不是說他多殘暴 我們就要跟他多殘暴 但是我們要能夠有效的 去傳達一個社會所珍視的價值 當他被侵犯了 他被嚴重被侵犯的時候 我們要有能力去傳達這個訊息 給那個被害 給那個加害人 給那個犯罪者 同時也給社會 那這個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我們選擇刑罰的時候 有一個很根本的原則 就是說這個刑罰 要能夠把一些很根本的價值 溝通給這個犯罪者 所以我們在選擇刑罰的時候 我們不用酷刑 但是死刑跟酷刑是不一樣的 死刑是是一個終極的平等的訊息 人人都有一死 我們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加給一個人 就是說他本來不 就是他本來就會死 但是我們現在確實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去把這個死刑傳達給他 為什麼 因為當他在這個犯罪的時候 其實他也傳達一個訊息 犯罪者的其實傳達了一個訊息 犯罪者的罪行傳達什麼 那個訊息就是我比你優越 我比你高尚 我可以淋虐禮 然後我可以利用你 來遂行我的意志 滿足我的慾望 這是這個訊息是社會有權利透過刑罰 加以回應的 那很我們會覺得很很傷感 就有時候我們確實要用到死刑 這這樣子的死刑的刑罰 是為了要傳達一個終極的平等的訊息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比其他人高尚 你人人都有意思 當你把別人如此殘暴的弄死的時候 你好像覺得你好像神一樣 你掌握了整個宇宙 你有權利對別人就是予取予求 但是我們在運用這個刑罰的時候 社會其實是哀驚勿喜是痛心的 但是我們有時候 確實會有這個場合 我們可能要透過死刑 來傳達這一個 透過死刑來高舉這個生命的價值 高律師我們這個月初的時候 也談到臺南那個兒童的 那麼不幸的一個悲劇 當然那個部分還需要再做查證 可是的確警方是引述 那個兇嫌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殺再多的人 他都不會被判死 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那我的意思是說死刑 就是當你做出那麼慘絕人寰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是對生命的一個極度不尊重 有一種說法是當這些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人 真正要被猝死的時候 他才可以真正體驗到說 什麼叫做生命的尊嚴 當他自己的生命要被剝奪的時候 他才會去想到 他當初做的那些犯行是如此的錯誤 如果說他不需要去面對自己的身體 或生命的苦難 他就無法去面對 他曾經犯下的這些罪行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討論的 就是現在最高法院 正在延遲辯論的吳敏辰殺他的女朋友 九三年五月的時候 吳敏辰跟湯秀香交往 他不滿意 他的女朋友嘲諷他說 你救沒錢 所以拿自己的拿刀子 殺死了自己女朋友 棄屍之後 自殺或救而且自首 被判八年定宴 扶了 關了兩年多之後 假釋 殺死一個人 然後只關了兩年多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兩年中之後 假釋出獄了 又交了一個 另外一個女朋友 結果他在零九年的時候 這個黃姓的女子 想要分手 吳敏辰用鋼筆手槍 當街朝著這個女人的頭部 開槍致死 士林地院在一零年的時候 判無期徒刑 然後一零年到一二年 高院三度判吳敏辰死刑 現在要在明年的一月十號 其實也快到了 就要宣判 是否要維持死刑 我們來看看 判死的一些理由 包括說明顯殺人 故意惡性重大 這個是求處無刑的 然後一零年八月的時候 士林地院是判無期徒刑 可是到高院認為說 吳敏辰危害社會治安 有殺人訴刑 然後被害家屬希望判死 等一下我們會談談被害家屬的 這個立場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再來是更衣審的時候 也是判死刑 然後法官認為吳敏辰再犯 而且是生命如草戒 逃亡 而且毫無悔意 然後一槍未中再捕二槍 那被害人的兒子行為退化等等 所以判決死刑 不過現在還在因此變弱 我們來看看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情形 是說如果說我們不判死 不管是用無期徒刑 或者也許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像他判八年 只關兩年就出來的時候 導致第二個被害人 那很多人要問究竟是吳敏辰 殺了他的第二個女朋友 還是臺灣的司法制度 殺了他的第二個女朋友 我們來看看吳敏辰案 被告吳敏辰在八十二年間 殺害女友 入獄兩年多後獲得假釋 但出獄後 卻又當街槍殺另一名女友 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但二審到更二審都遭判處死刑 這是否違反了刑法的不利益 禁止變更原則 二四號上午 簡便雙方在最高法院 首度公開辯論 面對律師的說法 檢察官反駁 這起案件檢方有提出上訴 在相關法律中 並沒有禁止上訴 不得加重量刑 至於檢方原本一審 對被告求處無期徒刑 但上訴二審 卻改加重求處死刑 為何量刑上有落差 檢察官回應 是考量被害人家屬的感受 告訴人跟被害人 表示的意見之後 那個想法 那個意見 那個感情的感覺 檢察官也要去體會 也要去判斷 那這個時候 當我們採納的時候 而放到這個上訴理由書的時候 那就是檢察官的意見 簡便雙方在庭上 對此案被判死刑 是否會抵觸到兩公約 以及量刑的標準 展開激烈攻防 而被害人的妹妹也到場 有類表示 他們拒絕和解 並且批評被告 不斷上訴為了求活命 難道被害人就不想活了嗎 這起案件 是司法史上死刑辯論的首例 究竟吳敏成最後是被判生還是判死 明年一月十號即將選判 就像英壘齊他報導 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殺了人 而不判死 然後關了兩年之後 放出來之後 又殺了另外一個人 到底那是誰的問題 另外問題 很多人在談說 特別是費死聯盟 認為說死刑 無法遏止犯罪 可是如果我們從臺南 那個悲劇來看的話 的確如果依照嫌犯的自白 他他就是因為沒有死刑 所以他犯下了這樣的罪行 另外一個在幾個月前 花蓮有一個案子 他殺了他的母親 然後他還是矢口否認 可是當有人跟他講說 現在在執行死刑了 他後來就承認了 因為他害怕 接受所謂的生命被終結 我們來看看 死刑真的無法遏止犯罪 今年五月為了防程 涉嫌殺害親生母親 並且棄屍的三十一歲 女子蔡晶晶 被捕之後 不但否認殺媽媽 還怪警方誣告 針訊過程中 蔡晶晶必重就輕 甚至說自己的爸爸才是殺人凶手 警察一句你媽媽來了 她立刻情緒崩潰 收藥境界三個多月後 全案在二十一號末日槍決 隔天有了重大突破 其實在羈押期間 蔡晶晶的育友多次勸她 不承認殺媽媽會被判死刑 她才漸漸的卸下心防 不過檢方認為 蔡晶晶的增性男友 就是殺母的共犯 但她還是沒認罪 因此必須再次提訓 才能做最後的釐清 吳君姐 我要先跟您說聲 抱歉是 我們在討論這些事情 一定會勾起您 很傷痛的這個回憶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從遭遇過如此 慘絕人寰的悲劇的 這樣子一個家屬的立場 那個加害人 已經在一審被判死刑 就是您的直指的 那個加害人 我想問一個比較 也許不那麼好的問題是說 當他被判死刑之後 你真的覺得你的傷害被彌補了嗎 你真的覺得你要的公益要到了嗎 其實他被判死刑那一刻 我只有安慰 並沒有高興 安慰的是 這麼樣一個手法凶殘的兇手 在一審十一庭 他是用什麼樣的態度 用什麼樣的眼神在瞪著我 那我並沒有請律師 我也沒有要求民事賠償 他判的死刑 我覺得是還給浩浩一個 最後的 此來的公平和正義 二十一天的靈虐 我相信這不是 任何一個人能夠接受的 或承受的 其實在這今天剛好四百二十一天 其實今天談到這個廢除死刑這個議題 我比較想要從被害家屬的角度 來做一個敘述 其實整個慘案發生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覺得也許你們廢死聯盟 你們的出發點是對的 但是你們的方向是錯的 你們的角度也是錯的 你們是不是應該更要從被害家屬 願意告訴你 他整個的過程 願意從基層面去了解 所有的事件是如何的發生 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去做一個彌補 維新姐 我可能打個岔了 就是我真的再跟你說聲對不起 因為枸杞你這樣的回憶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你剛剛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那個人被判死之後 你並沒有開心高興的 絲毫感覺 可是你會有一點安慰 是死刑對於王浩歐來說 他是一個持來的一個公道正義 我能否請你再談一下為何一個人被判死 你會覺得那個是必須要得到的一個公益 如果我們沒有對於這樣子窮凶嫉惡的人做一個司法的制裁的話 我不知道以後我們的社會要用什麼樣的一個依據和基準來教育我們的孩子說 人命的價值是什麼 維新姐我可能再問 如果他是被判終身監禁 永遠不得假釋 必須所謂的被剝奪 他的人生自由 一輩子 他豈不是承受更大的苦難嗎 我想問的是說 槍決這件事情 可能就只是一兩秒的過程而已 他其實 而且甚至可能會被打麻醉症 他他所承受的苦難可能遠不及王浩的億萬分之一 是 把他終身監禁 不是對他一個更殘忍的處罰嗎 因為我沒有那種 外界可能誤以為家屬是心中充滿了恨意 是想要凌虐那個兇手 或是說希望讓他很痛苦 其實我並沒有 這個事件的發生 我很傷痛 其實除了痛以外 我很難去找到一個形容詞 去說我這一年多以來的感受 其實因為他有很多的過程 那如果今天我是對那個兇手充滿了恨意的話 因為其實被害家屬不是一分為二恨與不恨 沒有 不是這麼樣的單純 我並想不想凌虐他 我只希望從他這樣子的一個犯行為他自己負責 然後讓這個社會能夠安定 是讓多數因為浩浩事件 非常憂心的家長 他們看到這樣的事件以後 他們可以安心 其實有小孩的人可能感受特別的深刻 尤其是跟往後同樣年紀的孩子 事件發生以後不認識他的 媽媽他看到他的孩子的手 他甚至沒有辦法幫他剪指甲 文綺姐 我可能打個岔了 欣欣 我們都會很痛 我的意思說 那個 你看到人家承受那個苦難 任何人都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我想談的是說 我們剛剛會有幾個議題在糾葛 一個是當受害人家屬 普遍認為 加害人被處死 是他們最希望 最在意的 這個所謂的社會公益的這個時候 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忽視這件事情 回到剛剛我們用的那兩則新聞 不管是臺南的 花蓮的 或者是吳敏城的 死刑 的確會有嚇阻作用 也許無法量化 但是的確會有 不管廢死或是要求死刑的 當然都可以舉出各種不同的數據 來支持各種說法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我們又回到被害人的 這個角度來思考費時 這件事情 您還是如此堅持 費時聯盟 我們從成立以來 犯罪被害人保護一直是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裡面也有一些人 我們都積極地在做 這個部分的這個努力 那我們的基本的立場 是說 我們不管支持死刑 或反對死刑 我們都覺得犯罪被害人保護 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應該被當作是一個 主體性來思考 那我們一再做的事情 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督促我們的政府 不要只把他放在死刑存廢的糾葛上面 應該要獨立的來談 重視犯罪被害人保護 那以費時聯盟的立場來講 我們的想法是說 被害者家屬 他可不可以有得到更多的 所謂的公道跟正義 剛才大家都提到了 除了死刑之外 我們還能不能 能不能做更多 那如果只談到死刑的話 事實上剛才都談到了 或許不是為了要報復 或許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他總是有個危險 他的一命 長一命 他報復到或懲罰到的 事實上並不是那個加害者 他懲罰到的是他的家人 一樣的死刑執行之後 加害人的家屬 他也要承透這樣子的一個傷痛 所以我們一再的在談就是說 不要讓這些在痛苦當中的人 彼此去糾葛 那我們能不能有更多的 所謂的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制度 我們這樣談會不會太過於不切實際 我想說是說 真的的確有很多死刑犯 是要求被執行死刑的 也的確有很多死刑犯的家屬 是認為說他的小孩子 或是他的老公 或是他的誰 是應該接受這樣子懲罰的 因為如果他不接受這樣的懲罰 恐怕這個家屬要一輩子背負 那樣子一個污名化跟罪名 我想問的是說 執行死刑不必然會對所謂的 這個死刑犯的家屬 帶來更大一個懲罰 剛才我想要談冤案的部分 那你覺得說談進來之後 可能會造成比較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聚焦來談 可是我為什麼一再的說 我們努力的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而不要執行死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一旦執行 死刑的時候 一旦開了這個門之後 你就不可能避免說 我有冤錯的事情發生 那當你有冤錯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一樣不能承受 或者是那個我的國家 或者是我們的社會人民 一定要不能夠接受 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是一起思考 來看的 高律師 我覺得剛剛嘉欣兄講的跟這個王花姐講的 其實我能夠理解 但是你們與其說 費死聯盟太理想 其實我會覺得說 把一個所謂 如果依照康德哲學來講的說 有死行在才是真正確認他這個人 他的他的意志是他能夠真正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反而他太理想了 原因在於說 就是說剛剛其實主持人有問到 說死刑跟沒有死刑中間的差別 是死刑犯就是我們把非人化 非人化 那康德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我不是把非人化 是他能夠為他自己行為負責 他是一個真正為他自己行為負責的 一個展現 這個這個這個哲學 我沒有辦法去跟他辯論 我也或許我也可以同意說 他真正他自由意志 就是可能死刑存在才是他 他能夠真正為他自己行為負責的一個展現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個執行面 執行面 反而你們是太理想 原因在哪裡 誰能夠決定 誰能夠決定他應該死刑 誰能夠決定他應該死刑 這個就是這一次吳敏辰辯論的 其中的一個重點 尤其把公約的內國 內國有把效率的東西放進來的時候 死刑跟無期徒刑 以臺灣來講的時候 他的標準在哪裡 抓不出來 抓不出來 什麼人應該死刑 什麼人應該無期徒刑 他有沒有違反平等權 抓不出來 那今天我們看到 當然都是個案 以吳敏辰來講說 你們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之前判八年 然後兩年就出來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想說那之前殺那個人 為什麼八年 我不知道 大家要去問那個法官 他是不是斟酌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才判他八年 為什麼那時候就沒判他死刑呢 如果說死刑 這真的有這麼這麼有價值 而且應該要貫徹 所有所有平等的時候 如果以應報的概念來講的時候 他當初就應該死刑 不是嗎 那為什麼那時候是八年 為什麼兩年就算 那我必須講說 其實我們在九十五年刑法修正以後 尤其我們法務部是講 寬延併濟 大家瞭解 所謂的寬延併濟 就是說寬的越寬 緊的越緊 這其實是他在做 未廢死做準備 今天我看到法務部幾個新聞稿 就講說 沒有 我們這個這個 我們還是會往廢死的路走 可是目前沒有以廢死為止 抱歉這個在陳定然的時候 就已經宣誓過 你為什麼要要翻 要翻 就是翻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重已經很重 大家都還在想像說 像吳敏成這樣 例子還在發生 抱歉 吳敏成這樣例子 不會再發生了 為什麼九十五年的刑法 已經改了 他是二十五年以內 是絕對不得假釋 好 反過來講 我們有沒有終身 監禁不得假釋 現在的制度就有了 二十五年 誰說他二十五年 就一定要出來 他如果不適合出來 我們的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檢察官 我們的假釋審核委員會 就不應該讓他出來 這樣子的社會控制 為什麼我們做不好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是 是 這不是問題在法務部嗎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法務部其實是以廢死 尤其我們看得到 我們也同意 贊成死刑有百分之七十五 七十五以上 但是法務部就以這個東西 掩蓋掉了所有的東西 其中一個正當法律程序 另外一個被害人保護 大家都只看到這一段期間 好 槍斃大家喊爽 被害人保護 我完全瞭解 你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還有很多進行 包括被害人保護機制 其實臺灣真的是做得很少 很少 也包括我們是不是濫用假釋 的這件事情 那現在也許制度比較補齊 可是徐老師 我想請教你 剛剛高律師談到兩個 很重要的一點 是說臺灣司法 就真的跟月亮很像 初一十五真的是不一樣 一樣的吳敏辰案 為什麼一開始是判八年 後來關兩年就出來 後來呢 有法官認為判無期 可是也有法官認為要判死刑 同樣一個人做了同樣的壞事 不同的法官 他的見解會完全不同 譬如說做了滔天壞事 也許一個比較支持廢死的法官 他就把他判無期徒刑 但是另外一個要求死刑的法官 他就會判死刑 所以他就是要燒香拜佛 期待他遇到一個比較好的法官 就是那個刑度我們其實是拿不準 第二個是說 我們真的不一定要非判死不可 如果依照現在的刑法 你就是關二十五年 甚至更久 對 你關了二十五年 你可能五十歲 六十歲 也許你表現良好 徹底悔悟之後 你出了社會 你要再犯的機率 真的低很多 如果你可能會有再犯的疑慮的話 就繼續關 我想問的就是兩點 第一個是說 面對司法的不確定性 以及說我們的假釋制度 如果可以再補強 我們仍然必須要堅持死刑的維持 才可以圍住社會公益嗎 我很高興那個高律師剛剛提出很重要的問題 那其實我必須要承認 我剛剛談的確實是理想 沒有錯 我覺得那個我們談音報的觀念 我們談這個刑罰的基礎 那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音報的理想 其實也跟我們的某些 我們被比如說宗教觀宇宙觀 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常常會 我們確實也會希望說 國家來替天行道 那確實我必須承認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很小心 這個國家當他想要替天行道的時候 他有多大的能力 好好的來 包括把不確定性的問題 或甚至是造成冤獄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我都注意到 我覺得我也非常非常肯定就是說那個高律師 他剛剛講的 或者說廢死聯盟 在這方面一直在提醒社會大眾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是真的要謝謝廢死聯盟 還有那個斯改的朋友們的 好 那接下來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並不是說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讓我們的死刑 更合理化一點點 那美國其實在過去這三四年來 三四十年來 其實他們聯邦最高法院 其實在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四十年前他們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那個國家 在運用這個死刑的權利的時候 其實很不平等 發現呢 就像剛剛高律師說的 為什麼這些人判死 那些人就不判死 看起來其實很像 特別是牽涉到種族問題的時候 黑人殺白人 特別容易判死 白人殺黑人 特別不容易判死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就不是就 應報不應報的問題 這是牽涉到誰來執行 而那個國家權利有沒有能力來執行的問題 那美國這三四十年來的做法是 他們當然是也很掙扎 那但是聯邦最高法院 不斷地在push 在在推 推動那個政府說 好 你現在以你現在執行的這個情況 我不讓你執行 我宣布你違憲 他認為這個是致意的 就是一個致意的行使 死刑的權利 但是你要給我想出辦法來 想辦法去去改進這個 質疑的狀況 那後來那個很多州 就想出新的辦法 譬如說他們把那個量刑 和那個宣判有罪無罪 和要量多少刑 要不要給死刑 這分開來 然後死刑的部分呢 要不要給死刑的時候 他會很清楚 列出一些因素 譬如說你多次多 多次殺多人 然後手法上面怎麼樣 我們可以想辦法列一些 譬如說加分 所謂加分就是說讓他 我們可以很稍微清楚地去標誌出這個東西 真的讓我們看到說這個東西真的是極餓的 加分的 就是加分的因素 那還有減分的因素 就是說有哪些因素 我們可能就是說覺得稍微情有可原 我們把這些東西 想辦法把它列出來 我個人確實是還懷著這一點點小小的樂觀 我是想說 如果我們有一天真的要廢死 我覺得會有 或許會有那麼一天 但是在我們改善我們目前的死刑的體制 我們還沒有嘗試過 因為我們事實上才從威權體制出來 其實沒有多久 許許老師我請教你 維持死刑究竟有什麼好處 維持死刑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維持死刑 他其實最根本的好處 其實仍然是公 就是我們剛剛談 維繫住那個社會公益的正義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點 在我的想法裡頭 國家要怎麼樣看 就我們說國家不要扮演上帝 所以我們國家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說看穿一個人 他從少 從少到老 他一個人的整體的作為 他這個人到底值不值得活下去 這是為什麼我很強調說 我很希望就是說 不管是參考美國的制度 或者是站在我們現有的制度上面 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 對於什麼是極惡之圖 什麼叫做泯滅人性 是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看法 但是那個徐老師 我心儀剛提的一個重點 今晚會開始說 如果我們把所謂的冤獄的部分 拉進來談 恐怕我們會扯不清 可是那也是心儀認為說 這是我們主張廢遲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不得不談 我想問的是說 再怎麼樣進步的司法 他都會有誤判 就像已經被槍決的江國慶一樣 我們其實有很多人是在那個鬼門關 把他救回來 但是有很多人是救不回來的 我想問的是說 面對司法冤獄誤判死刑的 而且被槍決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無法根本警覺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態度 是說好 我們就盡量減少 可是再怎麼努力 他都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們就推翻整個死刑制度 那可是你如果維持這個死刑制度 你就必然會有誤判的這個情形 也許比例可以降低 但是你無法進到零 所以還是要維持住死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我覺得我跟嘉欣的唯一的奇異點 可能唯一的奇異點 其實是認為說 他認為那個死刑 那個那個那個標準 其實是社會公益的一個章節 以及康德所講的 他其實是人真正他負責任的一個一個展現 可是我的問題在於執行面 就是說誰能夠判斷他非人 嘉欣比較 嘉欣比較樂觀 認為說我們可以想辦法去找這樣子的標準 把這個criteria找出來 我比較悲觀 尤其以臺灣的司法來看 我不覺得我們有 我們再怎麼樣的一個司法訓練 可以訓練出一個他跟神一樣 他絕對不會有錯 是 那當時這樣的時候 接下來掉下來的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社會價值的選擇 我們是要凝重物網 還是凝網物重 就我來講的時候 我是凝網物重 原因在哪裡 如果國家可以殺人的時候 他今天他要冤枉我 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今天我是一個異議分子 國家可以用任何的一個手段 他可以栽贓我 所以我寧願凝網物重 因為有一天 我想問的是 我們真的無法透過制度的改善嗎 我的意思說 我們真的無法透過 因為其實你可以跟神來回 幾十回都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對被害人家屬是一個折磨 但是你真的沒有辦法 透過制度的改善 來去把所謂的誤判 而且是誤判死刑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用非常非常審慎的態度 用非常低的比例 除非在真的罪證 確鑿 不管是被害人家屬 不管是證據 甚至不管是人權團體 都認為沒有太大爭議 我們才判他死刑 也就是說 我們維持住這個制度 但是我們用非常非常謹慎 小心的心態去使用他 我們還是不能這樣做嗎 所以我們以 我們如果以吳敏城的 這個最高法院的辯論 來講 就是說他的罪 因為我們的刑 刑法本身是一個犯罪論 一個犯罪行為 跟一個刑法論 犯罪在那個案子裡面 沒有爭議 吳敏城從頭到尾 他都他都承認 現在就是刑罰 我現在講的是刑罰 刑罰本身 誰可以判斷 他是非議員 他應該要與世永久隔絕 是雙剛千秒講的 求其生而不可得 這個神的工作 誰來做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有一個還沒有講完 就是說死會泯滅人性 我們必須要很小心 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說很抱歉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只從被害者 他死了多慘來看 我覺得國家作為一個公正的第三者 公平的就是對待尊重每一個公民 今天加害者 就是殺人者也是公民 他也值得我們基本的尊重 所以國家必須要公正的看待說 好 我看我看完被害者的慘狀 但是我要看看加害者 他到底為什麼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在我的想法裡頭 我有一個這樣子想法 就是說我們要儘可能的 其實整個司法 其實也在讓我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就像這次最高法院開庭 也是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加害人 他到底出於什麼樣的背景 他出於什麼樣的動機 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在我的想像裡頭 有一種最典型的人 是其實我們不需要扮神 我們就知道他最大惡極的 這種人其實是比較 在我想像是比較接近 像陳金火 那個廣德強 這一種 那其實國外也有很多的紀錄 比如說那種連續殺人犯 然後他不是 他就是隨便到街上去抓人來殺 而且不只是殺 他以虐殺為樂 而且還就是不管是性侵 性虐待等等 這種人我覺得我們想 我覺得我想做的 或者是事實上 美國這三四十年想做的 也就是想辦法找出一些標準來 讓我們看到說這個東西 當我們能夠把他標誌出來的時候 這種我們就我們就可以比較敢 但我們敢說我不需要扮神 我也知道他這個這種踐踏生命的犯罪 但是如果是針對這種特定的 特定的 比如說有仇的 或者是有特定對象的 比如說吳敏辰好了 我覺得他可能據我所瞭解 可能他他吐醇 然後小時候有受過霸凌 然後有很深的挫折感 也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 然後他的對象 其實就是很特定的 就是就是就是跟他有交往的這樣子的對象 其實說老實話 我對他其實是有相當的憐憫的 在我的標準裡頭 他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性 但是我說完全沒有人性的 是那種跟你毫 絲毫無瓜葛 你還抓出來 徐老師 我們現在就遇到一個問題 我就說 我如果直接問你 就是說你覺得吳敏辰該不該被判死刑 顯然崇寧剛的說法是不太應該被判死刑 他應該是用無期徒刑或其他的方式 我們必須要全面的 全面的瞭解 但是我初步的 我瞭解 我們看到那個 柚博相 柚律師的說法是說 吳敏辰 他小孩子 小時候是吐唇 然後受到霸凌 然後可能無法處理感情的因素 這樣的說法 可能會包括您在內 也許會稍微原諒他一點點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我不接受 吐唇 為什麼可以被 成為一個被原諒的一個原因 其實一般的基層的民眾都不接受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那個怎麼樣判斷 這個會變成非常非常主觀 因此就沒有人可以說 我是真的可以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理解 或是判決這個事情 等一下我會請信 我們先接觀眾朋友的一些call in 可是真的要拜託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希望說 這一集我們在討論死刑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比較站在制度面 而且是比較理性的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避免所謂的 不管是不適當的語言 或者是人身攻擊的部分 苗栗的林先生你好 你好 其實我覺得是說要是說那個這個加害人的他的證據已經確鑿 然後經過當事人都已經承認了 這個我想就應該要執行 要說真的有爭議性的 我覺得是這個問題可以再透過人權組織 等等各方面施法 再來找一個真正的一個原因 好 謝謝竹東的蔡先生你好 請說 孟子有一句話叫圖善不足以為政 就是說一國家這個不能以道德欠 說不能犯道德的話 廢死林檬說維持死刑 對治安沒有多大幫助 好 那我請問如果說不廢除死刑對不廢除死刑對治安就一定會有幫助嗎 而且據我的人身經驗 知錯能改人太少了 大部分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以 我贊成治亂事用重點 臺灣要治安只有再加上去才有點幫助 謝謝 高雄郭小姐你好 你好 我是覺得說 我們一個社會要運作一定要有一些的規範 那既然有了這些規範 好 那我們如果不去執行的話 那你叫其他的人如何去遵守這些規範 那就變成是一個沒有規範的狀態 那另外覺得說 好 那我們擔心說 因為司法他們在判斷的時候 也許有可能誤判 所以那我們就都不要去執行 不要有執行的設立 那我們用刀子切菜 也有可能切到手啊 我開車子出去 我也有可能 好 那個車子傷了我 難道我們就不要開車了嗎 我們就不要用刀了嗎 謝謝 謝謝 中和的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有一點意見說 就是這一次槍斃的六個人 他們在監獄裡面有那種認錯 跟那種後悔 是因為有死刑 他們有受那個心理的壓力 如果說沒有死刑的話 就好像那個殺小孩 那一個人一樣 永遠沒有死刑 他反正他要吃老飯 是一輩子 我們全民就要養他一輩子 謝謝 謝謝林先生 我瞭解你的意思 欣宜 我覺得剛才那個 許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是不是一個 就是現在很多社會 是沒有死刑的社會 可是他就能夠代表 他沒有公平正義嗎 那我會覺得這個概念會轉變的 那我們正在處於 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在這裡 一個工作就是一中求同 可是我們希望達成一個共識 所以重點就是對話 可是現在缺乏的 就是在於說 我們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政府的角色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讓所謂的FACE聯盟 或是跟被害人 或是彼此之間的去去做一些 鼓勵他們好像做一些 比較激烈激烈的一個對抗 可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採取 比如說FACE聯盟 我剛才也在講 就是說我們也贊成被害人保護 那大家也可能同意說 我們要做司法改革 將司法做得更好 那剛才信聰也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們 真的努力的 非常非常努力的 就像美國那樣的努力 我們把這個所謂的誤判的機率 降到最少的時候 那我們可不可以接受死刑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我們過去講江國慶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 他 他就是最正確鑿 那我提醒大家 最近我們在講邱和尚 或在講最近的鄭信澤 我們也談過的時候 所有人也到一直到現在 都不覺得他是個有問題的案件 所以我們提出那麼多的佐證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國家有權利的時候 當他知道 他有可能在這個案件上面 犯錯的時候 他會運用一切的力量 來掩蓋他的錯誤 那剛才我們聽到有一個觀眾 他就講說 那所有事情都會發生錯誤 可是我們為什麼特別 就是只針對 我們沒有說要廢除所有的刑罰 因為所有刑罰都會有錯誤 可是為什麼我們特別在死刑的 這個部分 特別的強調 因為生命是無可回復的 就是無可回復 他就是唯一一個刑罰 殺了就沒了 對 我們來看看在今天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兩公約認為說 上禮拜五執行死刑 這是違法槍決 包括馬總統要出來說明 包括總統府的人權 執行委員會都要出來說明 而法務部長 曾永福必須要下台 我們看理由是什麼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認為說 在十二月十八號的時候 馬總統已經講 這兩公約 兩國際公約 不是國際的公約 因為他已經是國內法化了 他已經視為國內的法律了 而在視為國內法律的兩公約 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裡面 第六條第四項講說 一旦受死刑宣告的人 都有權利 做什麼呢 請求特赦或是減刑的權利 他可以請求特赦或減刑 你必須要讓他執行 這樣的權利 他請求之後呢 而且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 都可以邀所謂的大赦 特赦或減刑 可是在總統府的人權 諮詢委員會 還沒有決定要猝死之前 就把他們六個人槍決了 而且死刑犯 還沒有提出赦免的請求 一旦他們提出來之後 還要確認是否總統拒絕赦免 這個動作總統也沒有做 而且要合法通知 用正式書面的方式 通知死刑犯之後 才可以執行死刑 換句話說 有幾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總統府的人權諮詢委會 要先討論 討論過說 好 可以殺 而討論決定過呢 死刑犯也有權利提出說 要特赦減刑的這些請求 提出來之後呢 馬總統要說不准 我還是堅持要殺 這個時候呢 你還要說寄出合法 書面的通知書 到這些死刑犯的手裡面 你才可以做槍決 前面前前提都沒有做 因此在上禮拜五 這執行六個槍決呢 是違反兩公約 違反國內法 是違法殺人 臺灣的法制基礎 是被破壞殆盡 總統以及人權諮詢委員會 要出來說明 而法務部長曾永夫 叫做吳某永夫 應該要下臺 這當然是一個比較執行面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非常嚴肅的一個指控 而且這個指控很嚴重 這個在國外絕對都是 可能甚至於是到倒閣的一個大事 我必須講說這個中間有一個有一個是錯誤 赦免不是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我們所講的是說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曉得這個公民與政治國際權力公約 第六條第四項這項爭議 而且他們已經曾 他們已經有接受接到 這樣子的一個函 他們有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議案在 可是還沒有議決 還沒有決定的狀況之下 曾永夫就就槍決 那我現在我必須這樣子講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議題 很嚴重的議題 是因為目前為止 我看到多數媒體本身都沒有正確反應 因為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還是一樣 跟跟這個王小姐面臨到問題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當法務部 他今天用支持死刑的民意 高達百分之八十 現在一樣 這個其他民 其他臺灣名嘴就會講 現在有什麼事情 民意支持度這麼高 當他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掩蓋了很多的議題 其中一個是被害 被害人的家屬的一個保護 那這裡面掩蓋 掩蓋的是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被掩蓋掉 大家都看到說對六個人該死 死的好 很爽 這是正義的一個彰顯 可是我們的法制基礎是什麼 我們法制基礎剛剛即使贊成 這些call-in的觀眾也有講 我們要依照法律來 我們的法律是什麼 我們的法律是什麼 這個現在聽到 包含我們的監察院長 監察院長都講說 我們現在是國內主權 為什麼外國人權可以可以干預 馬總統還透過幫人說 國內外非司法因素 這個就是我們我們不會受到國內外非司法因素的影響 也是司法獨立的證明 抱歉 為什麼歐盟 為什麼國際特色組織 以及為什麼兩位國家專 兩位國際專家代表明年要來審查 兩個委員會寫信給 給馬總統 不是干預國際 干預 干預國內的內政 那個是我們自己邀請人家來 那為什麼歐盟跟國際特色組織這麼生氣 因為我們簽了兩公約 這個是馬總統自己講的 兩公約有國內法 要嘛 你就說我不要兩公約 要 你就不要兩公約 你有了兩公約 你就要依照第六條第四項法 今天要有設明 他是一個權力 這個我完全 這是法制的問題 可是微君姐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剛剛高律師 也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說 因為死刑的爭辯 或是死刑的執行 而會使得法務部去規避了 他要去建立所謂的被害人保護機制 去規避了他應該 不管是假釋制度 或其他法律制度的 這些改進補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還是認為說死刑是絕對必要 其實我倒不這麼認為 其實在這一年多以來 我覺得法務部做了很多 因為我每一庭都自己去開 雖然其實刑法是規定 加害人他只要是無期以上 國家就要幫他上訴 這個我非常贊成 雖然每一次我都必須要去開庭 時間要拖得很久 那其實對我們家屬也是一種煎熬 但是這是避免冤獄 和誤判 那其實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 也也沒有任何一個體系 或是一個體制 他是一個完美的 我相信世界各國都沒有 絕對沒有完美的 那我們國家是如何去用 什麼樣的方式去建構最好 盡最大的力量 去建構最好的一個司法體系 我覺得這才是對的 那就像你們廢除死刑聯盟說 你們想要建構的是被害人的保護機制 可是這一年多以來 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單位 沒有一個人聯繫過我 想要協助我的 一個都沒有 我不懂 大家都講得非常的好聽 國家也講得非常的好聽 可是對我們家屬呢 連政府官員說一些錯誤的 一些資訊傳遞了以後 要求他們更正 他們還非常傲慢的對待我 這就是我整個一年以來 我們有很多東西 還沒有好好討論完 也許如果四位同意的話 我們明天繼續採探一下 好不好 謝謝你 超強壞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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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難馬上逢 無難馬上逢 逃罪屁經濟 怪應該怪在我們這裡協助的人 完全沒有看清政府背後的手段 12月26號 週三晚間10點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無上限被告名單 不敢說 不能談 不敢碰 Oh my god You're killing me 恐懼 羞怯 不願面對的禁忌話題 這次將徹底解放 無所遁形 2012世界公視大展精選 解放禁忌 高雄震撼登場 詳情請上公視官網